一會兒去買洗手間 接著我們就進去參觀這個諾貝爾設宴的地方 右邊這個歌劇院 你看到很金碧輝,很漂亮 很有藝術的 但巴歐人雖然在做芭蕾毛 有個標誌出來 而且他們巴歐人其實都有點悶 晚上真的沒有什麼節目 好像歐洲最多節目是德國人 德國人最喜歡賭 很多休息站都會賭錢 但巴歐人他們很安靜 還有可能生活的模式 亦是一個叫做發達國家 我們這麼多國家之中 其實挪威是最有錢的 天然氣、石油、福利 叫做人類發達指數No.1 瑞典也不差 所以譬如他們放產假 我聽過導遊說 放好一年 放產假 福利 譬如看醫生 他們有醫療保障 福利等等 他們的福利很好 也都是叫做石油庫的基金 已經在說滾